有没有好奇巴菲特他是用什么方法在投资呢 那其实就是价值投资哦 那价值投资是什么呢 他就是多种投资方法的其中一种 那他主要就是在说 我们呃 他不单单只是在低买高卖而已 他是觉得说股票会有一个内在价值 那他就会去算这个内在价值 然后呢当这个内在价值比股票价格还低的时候 去做一个买入 当比股票价格高的时候拿去做卖出 是这样子的 那这样子方法好吗 我来跟你说 我觉得这个方法其实并不适合散户 那为什么呢 接下去说之前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 那我的频道呢 主要是讲投资理财 和怎么样让自己达成财富自由 那我自己也在朝这个方向一步一步迈进 那我希望那大家最值得买入的股票 就是你已经持有的股票 那大家也可以加入我的脸书 那个社团叫做86大侠的投资日记 那也可以追踪我的脸书粉专叫做86大侠 还有我的Instagram帐号在这里 那我们继续 是多余的 因为没有价值的股票 其实也不值得我们去做关心跟投资 那价值投资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找到好公司 然后在合理价买入好公司 但是你仔细眼就会发现好公司的定义 大家都不同 什么是好公司 其实连巴菲特或者他的查理蒙格的想法都不一样 甚至巴菲特现在也常常说 这些买入这些公司的决策并不是他做的 所以其实连巴菲特他自己播客下内部 对于好公司的定义也都不同 我跟人来说价值投资 确实他的安全性会相较比较不错 但是凡事有一好就一定有一坏 换取安全性的代价是什么呢 那我这边就会提几个价值投资者 会实际上会遇到的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很难识别真正有价值的企业 企业的内在价值 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投资精力 再来就是你需要无比强大的耐心 因为价值投资者并不适合所有的投资人 可以买入一些还没被市场发掘的价值的公司 假如你是这么认为的话 那你可能买入它 而它就这样死了就不动 都不动也不会上涨也不会下跌 就这样不动 你其实就资金就被困在那边了 你的流通性就不好 你这时候就会说 那是不是是你的眼光有问题 还是大家为什么都没来发现它的价值呢 那你的信念就要非常的坚定 直到所有的投资者发现说 它真的有价值你才会开始上涨 那会不会也是你眼光看错 结果它就下跌了 再来你会需要长时间的等待 你投资在一家有潜在价值的公司 确实有可能获得很丰厚的利润 但是也有可能是死路一条 因为你可能这辈子都等不到这些公司转亏为夷 而实现获利 那你最后就会被迫亏损而卖出你手上的股票 然后投资的分散性差 你可能会买到目前表现不太好的行业 并希望他们有在未来会做一个好转 但是如果你都是投资在那些表现不好的行业的话 而期待他们有好 那个 他们价值为了被别人看到 那其实你的资金分散性就会不好 你就专注在投资在几档股票里面 那当你分散性不好 你知道其实你投资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加 还有就是价值投资很好玩的就是 这套方法被提出来的时候是在1950几年 那个值投资讯流通相较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 那时候你看一个财报 你可能等公司发财报 你要去订阅他 到你手上 他们已经做好书 可能已经要一个礼拜 这都在到你手上 已经要过了可能一个月的时间 而你再去翻到他的公司的时候 都已经过了快一个月两个月 你再去买入股票 那时候买完股票的人 其实还算现在像是比较少数的 然后流通性相较比较差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资讯的落差 那其实价值投资本身就是靠这资讯的落差 来买股票 但是你想现在 现在是21世纪靠网路 你今天美国发财报 今天台湾就看得到了 所以完全没有资讯落差的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会造成价值投资 他的利润空间就会变少 然后再来就是你多投时常常满手现金 像巴菲特他这很多多投 他这十年的大多投 他报酬并没有办法打败美国的大盘 他也常常手上持有很多的现金 因为他找不到价值够低的标的 所以造成说股票在一直涨的时候 你却没有进入股市里面 那其实你就会损失了时间价值 所以常常会拉低报酬 在向下趋势中你会去买入股票 然后好的股票通常都很贵 他往往你会希望去等待 而你常常会容易因为你要买在比较便宜的公司 你就去买到一家烂公司 那价值投资巴菲特也常常讲说要有安全边际 但是安全边际跟价值投资呢 常常会让你 而在多投的时候满手的现金 虽然非常的安全 但是也会让你的投资报酬率整体的降低很多 那什么是安全边际呢 就是他们说在已经算出了公司合理价 你还要再等到再打一个折之后 你再去买股票 这样子会更安全 没错 但是你实际上 你要真的等到这机会的时候 你需要很有耐心 而且不一定等到 然后你在等的过程股票也可能往上走 但实际上真的你在交易股票的时候 会发现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多 因为现在的公司 其实本益比破20 甚至25以上 都是处处可见 而这些公司不见得都是烂公司 那低的公司也不见得都是好公司 所以我常常会有一些很混乱的状况 而且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股票上涨的大趋势中 你会太早的就卖出股票 因为你觉得它已经高过价值了 所以价值投资 它的最大问题就是买进的时间少 然后多投的时候又满手现金 所以你会损失你在股市里面的时间 然后就拉低了整体的报酬率 而且其实往往反而越安全的公司 它的本益比并不会下降到一个合理价的范围内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安全 所以它没事不会跌到那里 以景气徐环6到10年来看的话 如果大多投会持续一个10年 而你是手上满手报的现金 我觉得反而你的投资报酬率 并不见得会很好 你真的把时间拉开来看的话 没错 虽然你这过程中你没有赔钱 但是你人生又有几个10年呢 所以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投资 是你不管在怎样的盘市的时候 你都是可以在股市里面 来持续的获得报酬率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要打败大盘 现在主要是两派投资的嘛 第一个是想打败大盘 第二个是跟着大盘 那这部分我之后会再做一个视频 来大家分析说 哪一种会比较好 你要仔细想想 其实你的投资法 会跟巴菲特有很大的差别 因为其实巴菲特 他的公司本身是一间保险公司 所以当他觉得 好球锁定到他的好球袋的时候 他确实可以一击 把这个球给打得很远 但而他这一击的时候 他可以瞬间集资 他大量的保险公司的资金 但是普通人又有 怎么会有像他一样的资金 或是一样有像他一样活的那么久呢 这样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也不太适合一般的散户 为什么呢 因为好公司稀少 你要等到合理价更是难能可贵 而且巴菲特在寻找标的的时候 是以全球的标的在找 欧洲啊 中国啊 甚至日本等等的 他都在找 而一般人你光研究台股 就研究不完 甚至或者是我在碰美股 你就研究不完 其实你没有过多的精力 你去分析全球被低估的公司 不好的公司很容易看得出来 但是 你如果将X的公司误判成好公司 而一直投入的话 你就会像是HTC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GoPro这样的状况来看看 或者是波音 他从历史最高价跌到现在 已经加近有八成的跌幅了 而这时候呢 你后续付出的风险其实也会比较大 其实投巴菲特他随着现在资讯 落差越来越小的时候 他有改变他的投资方法 像巴菲特他早期 他是完全不考虑公司的好或坏 他只考虑说公司的内在价值 他只要比内在价值低 他就买 然后跑到内在价值他就买 所以他就用股价净值比这样去看 但实际上以现代来看 你要再用巴菲特这套 早期他的方法的话 其实是真的有困难的 你要实现像巴菲特一样的方法 用股价净值比 说算公司倒闭 你也可以拿到钱的话 其实也不见得 这除非你是个大股东 他有可能在股东会提案 而影响公司的决策 而出售资产来套利 巴菲特当年就是这样做 而且他也常常买一些 未上市股票的公司 所以犯到了今天 即便你找到所谓 你觉得是那种很有价值的大公司 你要等他倒 你要拿到钱 但其实你不是大股东的话 你也没办法像巴菲特一样这么做 所以其实总结 刚刚我前面讲的等等的缺点 或者说是对价值投资人讲 他觉得这些其实并不算是缺点 他觉得他买在很安全的位置 那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安全性 往往是价值投资最大的原因 其实我们人一生活的年纪 其实是有限的 巴菲特他之处也是神 他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他活了那么长久 或者那么长寿 然后他又持续的在投资 而且他投资是从非常非常年纪的时候就开始在投资 加上他其实有算是一点微微的富二代 那价值投资的本质 其实就是好公司 用好价格买入 但其实往往你越研究到后面 你会发现任何投资评估 他都会有一定的好坏 那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决定 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你要舍弃什么而取得什么 那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几个重点的价值投资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当代资讯落差变小 然后你其实你的资金小的话 你没办法对公司有主动的控制权 那你过于追求的安全的话 其实你的整体报酬率会降低 而且在股票一直涨的时候 你手上会有大量的信息 不知道怎么投资 那低于合理价值公司非常的少 连巴菲特他都要去全世界找呢 何况是我们一般的小散户呢 其实价值投资 大家会他开始在2008年开始流传 主要也是因为 2008年金融海啸 大家的资产一瞬间只剩下四成的时候 会觉得投资最重要的是安全 但没想到后面又经历一个大多投 那其实价值投资很明显 就连大盘他都输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真正要投资的方法 我觉得要学校改变 关注我更多 我会教你更多如何 更好的投资方法 那我是86大侠 下次见咯 拜拜